他不能買票的呢 你又要作秀 做一份事情上九份臉書 趕快上網說你講多好 然後呢這次選舉又很難啦 又擦旗子也有人罵 綁布條也有人罵 站入口也有人罵 攀起館 這網路我還沒看到買票有人罵的 到底哪個比較嚴重 如果你要不要我阻礙交通 你不要我製造噪音 你要環保 我跟你講什麼最環保買票最環保 他不用印文宣 文宣那個台灣銀行印好了 他也不會製造噪音 他保證要非常安靜 對不對 他也不會阻礙交通 因為他都躲在偏僻的小巷子裡 他也不會老迷 因為你半夜 就算你半夜五點去敲門 只要是送錢去的 人家不會覺得你老迷很歡迎 所以呢 這個選舉有我們困難的地方啦 當然我們還是會繼續的努力 也需要大家 能夠在未來的這三個禮拜呢 來繼續給我們的幫忙 我還有很多話想說 但是我知道米粉會要冷的 所以呢 我還是要請這個我的太太 阿明君 阿明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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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趕緊句話 阿明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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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承擔的這個責任 前面很多人承擔的責任 後面也繼續有人承擔的責任 只是因緣機會剛好 我們這一次 上一次就上選了 這一次就是 不管個人怎麼想 就是要繼續下去啦 那對勞工運動對勞工黨來說也是繼續下去 你個人的生涯規劃都不管了 反正對勞工運動來說 你就是要繼續 不然大家就想說你勞工運動 喊了這個工人要有代言人 罵金權政治罵了20年 你今天當選一個人了 你勞工運動怎麼做 所以這個已經 個人無法沒有辦法生涯規劃了 是整個勞動黨 整個勞工運動都生涯規劃 那不管怎麼樣 我們既然承擔了這個 我跟怡君還是在這裡 謝謝大家 那麼如果沒有別的事情的話 我們口號也喊過了 我們就直接 大家吃飯好不好 不好意思 給大家拖到這麼晚 但是非常非常謝謝大家今天來 謝謝大家